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4月17號下午3點鐘 那這個 這是先鋒服的紀錄 那艾亞的美德在這個1.37版改版的時候 那個戰士的這個第一個這個技能有重新製作 然後到了第五級的時候他就會有這個增傷的效果 所以說這個艾亞的勇氣啊 大家點到5就好了 因為基本上以推圖來講的話 還是輔助跟遊俠最實用 不過不管怎樣這個戰士只要點到5級他就會有增傷15%的效果 那你再5級的話其實只有多3%而已所以說效果就比較沒有那麼多喔 而且那個需要的這個新成分那個量也會比較多 好 那我就做了一個簡單的測試因為 趴趴熊在打這個扭曲夢境的王還有那個公會狩獵的王也是蠻好用的 那我的小號是無客 那玩了兩個月之後有送到VIP6這點真的很不錯 然後VIP6的話你的那個公會戰鬥的次數就可以多一次 但是也就只有多一次啊所以這就是三次這個樣子 所以說我測試的方式只有三次 所以說 你會依照每一次戰鬥啊然後有些人先死後死啊 然後女妖可能多放一次大招 這些都會有影響 所以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那我測試了三場 第一場我是用那個加5的那個 加5的那個 艾亞的勇氣也就是 唯一有差別只有趴趴熊 其他人的裝備都不變 所以趴趴熊 打這個7200萬的這個紀錄是加5的 是那個戰士等級5的 然後6500萬的這個紀錄都是 把那個艾亞的那個勇氣 重置為0 使用那個重置券或是花300鑽 所以說有可以看到說 這個趴趴熊是5級的時候 跟趴趴熊的那個戰士的那個職業是0級的時候 傷害是有落差到700萬左右 那我們來看一下700萬大概是多少 650萬的700萬我們就直接用 我們就直接用7除65好了 大概是10% 10%多但是因為這個只是一個小號的測試 但是就是 有明顯很明顯的有傷害的增加 因為畢竟 我去點戰士點到5級 應該來講影響的只有趴趴熊的這個攻擊力 但是 很明顯可以感覺到這個女妖女僕的傷害都增加了 那我是怎麼測的呢 反正就是把那個重置掉點了之後就可以測 那簡單來看一下這個是戰鬥的狀況 這個是戰士5級的時候 然後注意看52秒的時候 好 大概在52秒的時候雙子會死掉 雙子會死掉 然後就打完這場的時候是7200萬 那再來就是重置後 重置之後把那個戰士點的更新為0級 那趴趴熊可能會弱一點 但是其他角色 都應該是不變的 因為唯一會影響的只有趴趴熊 我只是把趴趴熊的 戰士5級 重置成0級 那其他角色裝備啊那些 生命之數都不變 所以你看這個是 重置之後的那個時間點 然後現在是 1分鐘 59 58 然後也是注意 52秒的時候 好 所以大概也是在52秒的時候雙子死掉 所以這是第1場 第1場就是 這個點到0級的時候然後打出的分數是6500萬 然後再來就是第2場 好這是第2場 第2場看看時間 差 55 54 53 好差不多也是這個時間 也是大概52秒左右雙子又死掉 所以說整個戰鬥的流程大概都沒有什麼變 所以說我把戰士 重置為0的時候打出來的傷害是6500萬 那有這個戰士5級的時候打出來的分數是7200萬 那我看整個戰鬥的流程其實都差不多就是雙子在52秒死掉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差不多時間點趴趴熊死掉 那本上趴趴熊也沒有提供多大的傷害 那這個就是有感覺到至少有加了10%的傷害 那詳細去看這個女妖跟女僕的這個傷害量 第一場沒有戰士的這個愛牙的勇氣是45跟16 我們就看那個主要的攻擊手女妖跟女僕就好 然後第2場是42跟19 然後有戰士的話是48跟21就多了一點 那我簡單用 簡單用這個這個祭司本啊這樣稍微算一下 戰士5級是這個樣子我打出來的傷害是這個樣子 女妖是48.19m 然後女僕是21.49 然後戰士0級的時候就是把它重置掉 然後女妖就 就就是他就降低了嘛 所以變成42.22然後19.68 那我們用這個高的去減低的然後再除 女僕他自己 所以說等於說是42.22 他就是加到48.198等於算是成長了14.14% 那女僕的話就是 第一場是成長了9% 那對比B就是打第2場應該也比較對比B 那第2場的時候 女妖就是傷害量就是就是比較高 所以說他的成長幅度就比較低 成長了5%而已 也有可能是後面大招少少少少放一兩次 這些都會有影響 然後應該說是 第2場他的那個女妖傷害比較多也有可能是就是他多放幾次大招 那第2場的時候就是這個女僕打的比較低 所以說就明顯看到那個傷害量成長 他是第2場這個戰士0級的時候 女僕是打19.69m 然後這個戰士5級是21.49 所以這樣子除下來之後忽然之間成長了26.7% 可是不管怎麼樣就是 不管怎麼樣這樣測的 只能說簡單 簡單的測試結果就是有增傷的效果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 這個不管是7200還是6500 我唯一做的事情只有把這個趴趴熊戰士的這個艾亞的勇氣 做調整 所以照理說應該是 譬如說這個 戰士這個趴趴熊打了1.38m 然後我們看這個是0級的時候打的1.38m 然後1.24m 所以說 純看趴趴熊是合理的 因為 戰士的這個艾亞的勇氣只會影響戰士嘛 那照理說這樣子去點的話應該只會影響這個趴趴熊的這個數值 但是在這次改版之後 當我重置為0的時候其他人的角色傷害也跟著增加 當然這需要更多的這個 這個更多的測試的次數來 來佐證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戰士的角色這一次應該是可以發揮上用潮 然後趴趴熊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扭曲夢境偶爾會 會上的角色 然後其他的一些戰士角色也是一樣 譬如說 譬如說那個打那個什麼 夢魘使者 夢魘使者的時候會上女棋 會上女棋 然後以及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戰士還有哪些角色 好 所以這些角色我覺得到時候都可以試試看這個增傷效果 那至於推圖的話我有說過 推圖的話最重要是你可不可以活下來 那活不下來的角色基本上他還是沒有幫助因為 他還是一上場就死掉了在推圖這種高張力的狀況下 活不下來就什麼都不用談 所以滿血的這個戰士依舊是悲情但是 滿血種族 種族塔應該會因為這個樣子會變得比較好推 因為目前的感覺是NPC都沒有 艾亞的那個美德的那個那個加成 只有到那個31張開始才會 NPC才會裝那個裝那個專武 但是應該是沒有生命之術的這個職業這一塊 所以滿血怎麼講 這一次的這個戰士的改版 你再回去推那個滿血的種族塔 應該會好推一些喔因為至少 你用這個克萊索斯啊 帕帕熊啊那個安丹德拉都會好用一點 然後我突然發現那個什麼 那個綠翼的希瑞絲 希瑞絲他也是戰士 我一直以為他是坦克 所以希瑞絲會不會有效呢 因為希瑞絲他也算是 比較坦一點嘛 然後招式也算是 有範圍的暈眩 不知道這個希瑞絲上場他的增傷效果好不好 然後OK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但是 我覺得孫悟空的話可能效果會會更好一些喔因為畢竟他是平民半神 只是問題是說他的分身叫出來之後好像就不會觸發這個 這個戰士的特效 那沒關係呢就是這一次改版之後戰士就是總算是多了一些用途 至少 他們在場上的時候可以可以增加這個增傷的效果 在打活動王的話上一隻戰士的話 應該是會不錯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弱傷喔 增傷有幾個人一個是之前會比較想到的是雷恩喔 雷恩畢竟是賞金獵人嘛 然後他的那個大招敵人會受到額外15%的額外傷害 剛剛好就是15% 然後LV2的話會到20% 然後是8秒的時間 所以說這一個戰士的這個增傷效果會不會就取代了雷恩喔 這個也是雷恩另外一個悲情喔 那另外一個就是薩特納嘛 我之前有提過 還有 值得測試的就是因為這是小號那我小號測試的時候因為落傷死太快所以不好測 那落傷的時候這個也是為了增傷嘛 這個洞察之風 然後友軍釋放必殺技時然後友軍會在4秒內隊友弱點標記的敵人提升到250% 250%的話是其實是比15%還要多喔 但是他只有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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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必殺技的4秒內 然後所以說到底落傷好呢還是 趴趴熊好呢這個我覺得可以再多測試喔 可是不管怎麼樣就是 測試趴趴熊的結果是應該是有增傷的效果不然 單純只是 戰士提升了5級 女妖跟女僕不應該會莫名其妙成長數值那麼多 所以說看起來就是這個增傷效果是有的 好那這個簡單測試就到這邊喔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的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拜拜